边开车边广播要留意路况 也得注意后车站是否有人要上车 路网绵密的台北市市区公车 驾驶近20年来都一直处在缺人状态 台北市公运处这两年透过优化路线 来精准调配人力 但还是面临人力荒 从市区客运到国道客运 大车驾驶都在缺人 日前阿罗哈客运三死事故 让大车驾驶人力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公路总局宣布 和业者推出大客车驾驶扩大真才补助方案 除了会补助职业大客车考照 最高一万四千两百元 训练期间还提供生活费 每个月两万三千一百元 训练期间最多两个月 另外为了留人 任职满半年加发三万元留财奖励金 业者普遍乐观齐全 但也希望票价能够合理反映成本 让业者有更多空间调整驾驶待遇 我们的立场 当然我们希望18项成本能够获得检讨 然后票价能够适时获得调整 这个是我们业者希望政府来帮忙的 不过台湾汽车客运业产业工会认为 补助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大车驾驶缺人导音于工时长甚至过劳 相对薪资不高 公路总局应该设法改善产业工作环境 落实稽查改善驾驶的劳动条件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